上世纪70年代 美国一位名叫加里吉尔摩的男子 抢劫杀害了两个无辜的年轻人 在被捕后 加里非但没有如同咱们之前讲的大多数案件中的罪犯一样 想尽办法给自己开脱 反而极为配合一心求死 然而极具讽刺的是 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与家人的干涉下 一心求死的加里多次被改判缓刑 这让他大为恼火 所以加里在狱中自杀了两次 最终加里终于如愿以偿的被执行了死刑 他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在1976年恢复死刑后 第一个被刑刑的罪犯 临行前 监狱掌问加里有什么遗言 加里回道 Let's do it 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加里吉尔摩全名叫加里马克吉尔摩 他的父亲叫弗兰克吉尔摩 出生于1890年11月23日 弗兰克恃久如命 同时也是个职业骗子 还与多名女性有着混乱的男女关系 结果好几次婚也曾有过两个儿子 后来一次意外 弗兰克又与一名比自己小了20多岁的女人贝西布朗结了婚 婚后贝西住在了婆婆费衣的家里 在这儿 贝西见到了弗兰克的大儿子罗伯特 两人年龄差不多 罗伯特只比贝西小几岁 再加上弗兰克经常出去行骗 一走就是几个月 所以他们俩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没过多久 贝西生下了个儿子 小弗兰克 弗兰克很是高兴 但他不知道 眼前这个儿子其实是他的孙子 贝西此时有点后悔了 于是终止了跟罗伯特的布伦关系 接着没过两年 他又怀孕了 这次孩子是弗兰克的 但弗兰克仿佛落后了一个版本一样 这个时候开始后知后觉的怀疑 自己的妻子与儿子关系不一般 于是认为 妻子先在肚子里的孩子是儿子罗伯特的 这让他很是生气 每次喝完酒都会对贝西拳脚相加 并且每次都要求贝西堕胎 但贝西坚持要把这个儿子生下来 最终他如愿了 这个还没出生就被父亲记恨的孩子 就是加里 当时他还不叫加里 弗兰克给他起名 费医罗伯特考夫曼 因为在他心里 加里就是罗伯特的孽种 贝西知道此事后很是生气 坚决不同意这个名字 他自己给儿子起名加里 弗兰克因此与他大吵了几次 最终也没再说什么 但在他的心里 他从来没有将加里当成自己的儿子 又过了几年 贝西生下了老三盖伦 弗兰克的爱跳过了加里 降临在了盖伦的身上 1951年2月9日 贝西生下了第四个儿子米卡尔 弗兰克的爱 又从盖伦身上转移到了米卡尔的身上 与此同时 由于一家人的开销 全靠弗兰克出去行骗 所以日子一直紧巴巴的 为了躲避那些被骗的人找上门来 一家人也是经常搬家 后来到了1952年 家里十二岁那年 他们定居在了俄勒冈州的波特兰 弗兰克也做起了正经的出版生意 可住所虽然安定下来了 但这一大家子的生活却没有 前面说过 弗兰克嗜酒如命 平时不喝酒的时候还像个人 一旦喝了酒 就会完全丧失理智 疯狂打人 他很少对妻子贝西 以及小儿子米卡尔动手 米卡尔只被弗兰克打过一次 在米卡尔表示会因此讨厌他后 弗兰克就再也没有打过米卡尔 但其他三个孩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其中家里因身世问题 最不受父亲待见 经常被弗兰克拿皮带与鞭子抽打 而贝西则对大儿子小弗兰克 很是不待见 因为他心里清楚 这个老大才是自己意识冲动 所生出的错误 但几个孩子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天战战兢兢的活着 整个家弥漫着不安与躁动 后来随着几个孩子们不断长大 逆来顺手的打骂 逐渐演变成针锋相对的斗争 家里选择报复父亲的方式 是自暴自弃 他原本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 并且在艺术上也极具天赋 经过学校的智商测试 他的智商高达133 但眼见这并不能换来父亲的爱后 他放弃了自己这令人羡慕的天赋 走上了犯罪之路 既然当个好孩子引不起你的注意 那么当个坏孩子呢 老三盖伦虽然短暂的拥有过父亲的爱 但在老四米卡尔出生后 父亲的爱就转移了 开始经常的辱骂殴打他 并且将他最爱的玩具给了米卡尔 盖伦对此也抗争过许多次 有一次趁父亲不在家 他把米卡尔关在屋里 把米卡尔所有的玩具都砸坏 然后哭着对他说 父亲有一天也会讨厌你的 这么做的后果 是又换来了父亲的一顿毒打 于是盖伦选择了跟二哥家里一样的路 他们俩整日各自混迹于街头 抽烟 喝酒 喝止磕糖浆 与一些同他们一样不安分的少年少女们 找能分泌多巴胺的刺激 在家里14岁那年 他与一群狐朋狗友们开始偷汽车 由于经验不足 家里被警方逮捕 警察们警告了家里后 通知了弗兰克将他接走 回到家后 弗兰克对家里又是一顿狂奏 但家里仍不放弃 两周后又引投气车被警方逮捕 这次警方直接将他送上了法庭 经过审判 家里被关押在俄勒冈州 伍德伯恩的麦克拉伦青少年成教所 一年后的1955年 家里被放了出来 这次出来后 也可能是暂时消停了 也可能是犯罪手法升级了 总之接下来的几年 家里没再被警方逮捕 1958年的圣诞节晚上 家里醉醺醺的走进了 斯蒂米卡尔的房间 这让米卡尔感到受宠若惊 他在后来自己所住的回忆录 历旦穿新中写道 因为自己的存在 夺走了父亲所有的爱 所以他从未感受到 几个哥哥对他的爱 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哥哥们 渴望加入他们 却又害怕加入他们 这是家里第一次 对米卡尔释放出善意 他坐在米卡尔的床尾 给他讲起了自己 在成教所经历的故事 讲了那些 教他作恶的坏孩子们 也讲了那些 被他们欺负的好孩子们 最后他还给了米卡尔 一些建议 你必须学会努力 并且必须学会 接受任何事物 然后摒弃掉对他们的感觉 不要痛苦 不要愤怒 你必须意识到 如果有人想打你 你不应该反击 而是就让他们打你 这是你生存的唯一办法 如果你不向他们屈服 他们就会杀了你 说到这里 家里捧着米卡尔的脸 再次对他强调 你必须记住这一点 答应我 你会成为一个男人 答应我 你会让他们打败你 年幼的米卡尔 懵懵懂懂的 看着眼前醉醺醺的二哥家里 当时的他 并没有理解家里 所表达的意思 但他害怕拒绝家里的请求 害怕拒绝二哥 这来之不易的善意 于是答道 我会让他们打我的 而至于家里 给米卡尔说这番话 到底真的是出于善意 还是想以此影射点什么 就连后来的米卡尔 都没想明白 还是那个圣诞节晚上 家里在走出米卡尔房间后 不知又因什么事情 与弗兰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双方都大骂要杀了对方 贝西恳求他们停止争吵 但没人听他的 老三盖伦也加入了争吵 帮家里一同对抗弗兰克 弗兰克此时虽以白发苍苍 但依旧强壮 他握起拳头 狠狠地打在了盖伦的肚子上 盖伦瞬间如蒸熟的虾一样 弯下了腰 家里健壮急忙上前 扶住了自己的兄弟 弗兰克此时拉着米卡尔 说要去酒店过圣诞节 米卡尔害怕拒绝父亲 导致冲突升级 所以跟父亲一同坐进了车里 贝西苦苦哀求弗兰克 让他给家里与盖伦道歉 一家人好好的过个圣诞节 但弗兰克假装没听见 继续开车离开 车里的米卡尔回头看着 站在屋外的母亲与哥哥们 他顿时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叛徒 他也想与哥哥们站在一起 然后看着混乱的源头 也就是父亲弗兰克独自离开 时间一晃 到了1960年 家里无意间发现了自己当年的出生证 出生证上 自己的名字是费耶罗伯特考夫曼 他脑补后认为 自己之所以从小到大不受父亲待见 是因为自己是私生子 是母亲与其他男人出轨后的错误 所以在这一刻 他认为他理解了父亲 这导致他长久以来 对父亲的纯粹的恨松动了 不仅仅是恨了 夹杂了一些其他别的什么情绪 贝西见儿子想多了 便急忙跟他解释 但他也没法直接告诉家里事情 总不能说你不是私生子 你大哥才是吧 所以越解释越乱 家里见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想 这喜欢脑补是遗传 弗兰克的母亲费伊以前也曾脑补过 他曾对儿媳贝西说 弗兰克是著名逃脱魔术师 哈里·胡迪尼的私生子 后来弗兰克的小儿子 也就是家里的四弟米卡尔认为 这个事是假的 因为弗兰克出生的1890年 胡迪尼才16岁 并且在次年才开始了魔术师的生涯 但当时包括弗兰克在内的其他人 都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 虽然弗兰克本人很讨厌这个说法 话再说回家里这边 以为自己是私生子的他 痛苦地离开了家 又去偷汽车了 然后又被警方抓了 这次他被关在了俄勒冈州 塞勒姆的城教所 由于家里也没偷成功 所以只被关了不到半年就放了出来 到了1962年年初 弗兰克被查出肺炎晚期 在外地流窜的家里得知消息后 偷了辆车准备回去看望父亲 结果刚到波特兰就被抓了 最终家里被关押在波特兰的 洛基米特监狱 刑期一年半 1962年6月30日 弗兰克去世 在狱中的家里 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在被狱警告知此时后 家里悲痛万分 虽然从小就与弗兰克的关系不好 但由于前不久他以为自己是私生子 所以对弗兰克的感情很是复杂 这还没捋清呢 弗兰克就去世了 就算以后捋清了又有什么用呢 他犯罪的一大动机 就是为了吸引父亲的注意 可他已经失去了跟父亲交谈 以及和解的机会 再加上监狱方拒绝了 他参加父亲葬礼的请求 生无可怜的家里 在狱中选择了割腕自杀 不过被狱警及时发现 给送医救了回来 从这之后 家里的性格变得更加怪异起来 他开始故意违反监狱规定 并且经常挑衅 以及袭击狱警与其他囚犯 这也让他遭到了狱警们的报复 经常被狱警们围殴 但这或许正是家里想要的 他想要用身体上的痛苦 来覆盖心理的痛苦 一年后的1963年 家里被放了出来 出来后的他走上了父亲的老路 开始整日酗酒 喝醉后就开始闹事 最终在1964年 家里又因抢劫商人被警方逮捕 由于家里有多次前科 这次直接给他判了15年 将其关押在了俄勒冈州州立监狱 监狱的医生诊断他患有 反社会人格障碍 并伴有间歇性精神障碍 所以他在狱中一直吃药 两年后的1966年 弗兰克家的老大小弗兰克 却当了兵 但由于他是一个教会的信徒 这个教会规定 不允许信徒们 以国家的名义携带且使用枪支 所以小弗兰克 在部队训练的时候拒绝摸枪 因此上了军事法庭 被判了三年 又过了两年 到了1968年 弗兰克家的老三盖伦 因为睡了朋友的妻子 被朋友捅了十几刀 痊愈后的盖伦 仿佛改过自新了一般 安分了下来 并且在1971年11月 他与一位芝加哥的女友结了婚 这算是近几年 弗兰克家唯一的好消息了 然而仅结婚两周后 盖伦的新婚妻子 给贝西与弥卡尔打了个电话 说盖伦因腹部的刀伤复发死了 当时的盖伦只有26岁 得知盖伦死讯的第二天 老大小弗兰克 与老斯米卡尔去监狱里 给家里说了这个坏消息 这次监狱方 没有拒绝家里参加葬礼的请求 弗兰克家还活着的几人 终于时隔九年再次重聚 而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重聚 1972年 家里获得假释出狱 被安排住在俄勒冈州 尤金市的一家帮助犯罪者 以及药物滥用者 重归社会的康复中心 他还可以去一所社区大学学习画画 重回正轨的路铺在了他的面前 但他没有踏上去 不仅一次都没有去过学校学习 还再次选择了持枪抢劫 最终家里被加刑九年 重新被关押的家里 表现出了极端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开始给斯蒂米卡尔频繁写信 自立行间透露出自己对他的关怀 另一方面他又开始在狱中 频频袭击狱警以及其他囚犯 1975年 由于家里多次的暴力行为 他被转移到了 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联邦监狱 这个监狱是当时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 到这后的家里 似乎是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 见不到家人最后一面的悲剧将会重演 于是停止了暴力行为 开始积极配合改造 一年后 1976年4月 家里成功的再次获得了假释 他在犹他州的普罗沃 跟自己的远方表姐布伦达尼克尔住在一起 布伦达在自己叔叔的鞋店 给家里找了份工作 家里这次也没有跟上次一样 十分的消极不配合 在鞋店老老实实地工作了起来 没过多久 家里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 尼克尔·巴雷特贝克 尼克尔只有19岁 但已经结了两次婚 并且有了两个孩子 或许是两人的过往都很糟糕 所以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很快两人便坠入了爱河 起初两人的关系还挺融洽 但好景不长 因为家里一直没有戒酒 并且还长时间服用一种含有阿斯匹林 布塔比托与咖啡因的组合止痛药 这让他的情绪时好时坏 并且性功能也出现了障碍 尽管尼克尔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 但内心敏感的家里总觉得尼克尔在嘲笑他 在剧烈的情绪波动影响下 家里又开始变得极具攻击性 开始无辜殴打来鞋店的客人 表姐布伦达与叔叔制止家里后 家里也对他们动了手 于是他丢掉了工作 接下来的日子里 家里就跟疯了一样 有时他冲进超市 故意将没掏钱的商品夹在夜下 然后怒视着收音员 要求他们来阻止自己 有时他坐在家里的走廊上 对着树木与天空开枪 还多次加爆尼克尔 其中有一次的起因 是因为尼克尔没有让太阳落下去 尼克尔终于受不了了 回到了娘家 之后家里多次去请求尼克尔回来 但尼克尔的家人拒绝他们再见面 于是家里给自己的一个朋友说 自己很有可能会杀了尼克尔 1976年7月19日 家里再次开车来到了尼克尔的家里 尼克尔没在家 于是他说服了尼克尔的妹妹 阿普里尔跟自己一起出去找尼克尔 两人漫无目的地开了几个小时 最终到了犹他州犹他县 奥勒姆小镇的一个加油站 家里让阿普里尔坐在车上等待 他拿着一把.22口径的自动手枪 走进了加油站 当时天色已黑 加油站没有其他客人 只有一名26岁的工作人员 马克尔詹森独自在岗位上工作 家里持枪威逼詹森打开了加油站的收款机 将其洗劫一空后 又逼詹森跟自己进了厕所 他让詹森双手放在肚子下面 然后脸挨着地趴在地上 詹森以为这是家里的什么恶趣味 为了活命他配合的照做了 还对家里友好的微笑了一下 可没想到 家里拿枪对着詹森的脑袋说了句 这一枪是给我的 然后扣动了扳机 随后又说了句 这一枪是给尼克尔的 然后再次扣动了扳机 接着家里走出加油站 将毫不知情的阿普里尔送回了家 这天晚上 他还是没有见到尼克尔 第二天晚上 家里又闯进了离表姐家不远的 一家汽车旅馆 他故技重施 持枪威胁旅馆经理 本尼布什内尔趴在地上 对着本尼的后脑勺开了一枪 然后夹着旅馆的前箱走了出去 家里想把枪藏在一处灌木丛下 但枪意外走火 打中了家里的大拇指 于是家里开车前往一位 叫克雷格的朋友家里 爆炸伤口 藏枪走火的这一幕 刚好被附近的修理工看见 于是他记下了家里的车牌号 并报了警 警察接到报案后 开始火速往这边赶 与此同时另一边 家里到达朋友家后 给表姐布伦达打了个电话 布伦达听出家里的情绪有些不对 于是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在得知家里杀了人后 他也报了警 并一直安抚家里以拖延时间 此时家里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最终不顾朋友与表姐的劝说 开车想要前往机场 刚驶出去没多久 家里就被赶来的犹他州警方包围 他见状放弃了抵抗 得知家里被捕后 尼克尔选择了与他和解 每天都会去监狱看望家里几个小时 起初警方不知道家里杀了两个人 因为在他杀第一个人 詹森的时候没有任何目击证人 还是家里自己坦白了这件事 所以最终家里被指控谋杀詹森与本尼两人 但尽管如此 法院也无法就詹森一案对家里进行审判 审判他的是证据证人确凿的谋杀本尼案 1976年10月5日 家里在普洛沃法院接受公开审判 在法庭上 家里拒绝了律师想要传唤尼克尔 作为辩方证人的提议 并且在陪审团面前 故意表现的极具攻击性 最终在检案陈词时 律师称家里精神错乱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并且因为酗酒 导致他的精神状况进一步恶化 他谋杀本尼是不小心的一个意外 因为在那之后 家里也不小心的开枪打中了自己 所以希望陪审团 对家里这个有精神病的人网开一面 给他判个二级谋杀就行了 或者干脆给他无罪释放了 但大家都知道 家里是在藏枪的时候不小心走了火 他很清楚自己当时在做些什么 所以这套说辞没能影响到陪审团 在内部商议过后 陪审团给出了死刑判决 犹他州有两种死刑方式 一种是绞刑 一种是枪决 家里有选择的权利 对此家里表示 我更喜欢被枪杀 次日 家里放弃了上诉 于是行刑时间定在了一个月后的 11月15日上午8点 但家里的律师不顾家里的反对 申请暂缓执行死刑 犹他州最高法院批准了这个申请 家里对此很是愤怒 解雇了自己的律师 11月11日 家里与自己的新律师出庭申请 取消暂缓自己死刑的命令 并且在11月16日 家里在狱中企图自杀 被狱警及时发现给救了回来 于是在11月30日 最高法院取消暂缓死刑 但家里的母亲又代表家里提起了诉讼 申请暂缓死刑 12月3日 最高法院再次暂缓死刑 家里得知此事后写了一封公开信 要求母亲退出这件事 还称自己和律师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 任何直系亲属 简而言之就是 母亲的这个举动不代表她的意愿 12月13日 最高法院再次取消暂缓死刑 称家里在知情且理智的情况下 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权利 但一个非盈利的人权组织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又干涉了进来 这个组织的信条是 捍卫并且维护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保障美国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怎么说呢 这个组织的buff太多很难评价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了解 总之他们主张废除死刑 所以他们在得知了家里 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后 便强行干涉了进来 你说了不算 我们说了才算 于是开始帮他打官司 捍卫他的权利 最高法院哪见过这么魔幻的一幕 犯人一心求死 但别人却不想让他死 所以只能一会暂缓死刑 一会继续死刑 家里自己简直是烦透了 自己急着死呢死不了 他曾在自己的赦免听证会上 就自己想死死不了一事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们总是想参与其中 我认为他们从未真正做过任何有效的事情 我想要他们所有人不要再打断我了 这是我的生 这也是我的死 法院已批准了我的死亡 我也接受了这一点 但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内的几个组织 仍然没有停止帮家里活下去 是的 又有一些其他组织加入了这个行列 于是在12月16日 他在狱中又一次企图自杀 但又被狱警发现给救了回来 眼看家里真的是一心求死 最高法院最终又取消了暂缓死刑 将死刑执行日期定在了1月17日 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仍没有放弃拯救家里 就在行刑日的前一天晚上 家里再次被暂缓死刑 但在17日上午7点半的时候 这一命令又被取消了 于是在8点07分的时候 家里终于如愿以偿地 被绑上了犹他州州立监狱的死刑医 椅子后面放了一堆沙袋 以挡住即将穿透家里身体的子弹 5名自愿参与行刑的警察 站在有5个小洞的帘子后面 监狱长问家里有什么遗言 家里回道 Let's do it 我们开始吧 监狱的天主教牧师 给家里主持完最后的仪式后 给他戴上了黑色头套 这是家里对牧师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愿主与你同在 牧师回道 并与你的灵魂同在 五声枪响过后 家里停止了呼吸 本来开枪的五人中 应该有一人是空弹 这样他们从心理上 能减少些许负罪感 但家里斯蒂米卡尔 后来在检查家里行刑时 所穿衣服的时候 发现上面实打实的五个弹孔 或许是因为家里 作为美国1976年 恢复死刑后 被执行死刑的第一人 监狱没感冒这个险 家里临行前 同意了捐献自己的器官 所以在他死亡的几个小时后 有两个人用他的眼角膜 重新恢复了光明 当天晚上 家里的尸体被火化 第二天 家里的家人 仅遵他的遗愿 带着他的骨灰 坐上了一架飞机 在犹他州西班牙福克的上空 将他的骨灰撒下 幸运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家里由于不幸的童年经历 又给其他几个家庭带来了不幸 被他杀害的詹森与本尼两人 都是刚刚当上了父亲 他们又做错了什么呢 无辜的成为了家里 宣泄愤怒的载体 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又做错了什么呢 无辜的成为了不幸的延续 但可悲的是 大多数人 不会去关注真正不幸的人 因为缺乏故事性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 一心赴死的家里 因为这具有很强的故事性 所以家里的故事 激发了许多创作者们的灵感 或者说因为有市场 一些创作者们 选择了家里的故事 来加以创作 在他死后的那段时间里 以他为主角或原型的文学作品 层出不穷 抛开一些烂鱼充数的 或者硬蹭热度的毒草 其中最出名的是 诺曼·梅勒创作的《刽子手之歌》 这本小说还在1982年 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 在剧中饰演家里的 是黑衣人的主演汤米·李琼斯 他也凭借这一角色 当选了第35届黄金时段 爱美奖迷你剧 电视电影最佳男主角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 而家里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还不仅限于此 在上世纪80年代 耐克与瑞布打得不可开交 耐克迎合男性市场 瑞布迎合女性市场 起初耐克压着瑞布党 直到1985年 美国兴起女性运动 一夜之间两极反转 瑞布压着耐克党 并在两年后全面超越耐克 成为了当时全球第一的运动品牌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耐克找到了当时刚刚起步的 威登肯尼迪广告公司 让其帮自己 想一个响亮且利于传播的广告语 威登肯尼迪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单威登接下了这个任务 一时到此前战略上出现错误的耐克 给威登提了个要求 这个广告语 必须要让所有人都能接受 无关年龄 无关性别 这个要求着实让威登愁得抓耳脑栽 一直到了交差的前一天 威登还没有想好 到了下半夜 一抽莫展的威登 突然想起了几年前 家里在临行前留下的遗言 威登觉得do it这两个单词的意思很潇洒 做就对了 这非常符合体育精神 于是便取用了这两个单词 还在前面加上了个单词 威登显然是学过折中之法的 在第二天给耐克展示提案的时候 他先提交了五条 一看就是垃圾的广告语 其中一条让耐克的人直接惊呆了 眼看客户马上就要翻脸 威登急忙把夹子的do it拿了出来 前后一对比 伽子的do it就被耐克选择了自己的广告语 没过多久 耐克将一位80岁的老人 沃尔特斯塔克每天晨跑17英里的故事 结合广告语拍成了广告 美国人民一看这条广告都直呼太酷了 尽管去做 年龄不是问题 性别不是问题 一切都不是问题 被瑞布压着打的耐克迎来了转机 围绕着伽子的do it展开的一系列策划 也被美国广告时代评为 20世纪最成功的营销活动之一 再然后到了1994年 家里的四弟米卡尔出版了一本回忆录 翻译过来的书名叫《力胆穿心》 其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从小到大家庭中的各种矛盾 以及在他眼中 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是个怎样的人 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看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 就在家里行刑的两天前 家里的四弟米卡尔去监狱跟他见了最后一面 两人的交谈很是融洽 家里不仅主动给米卡尔讲起了笑话 还送给他了一张自己在狱中画的画 聊着聊着 米卡尔忽然问起了家里 问他杀人那天 如果能成功到达机场 他会去哪里 家里说波特兰 米卡尔就住在波特兰 所以他问家里 会去看他吗 家里沉默了许久后 看着米卡尔坚定的说道 我想我就是去杀你的 这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你别无选择 我也别无选择 片刻过后 家里的眼神逐渐变得柔和 他问米卡尔 你明白为什么吗 米卡尔点了点头 明白 因为我已经逃离了这个家庭 或者至少我认为我已经逃离了 但你没有 这时的米卡尔突然感到恐惧 因为家里的故事 本来也可能变成他的故事 然后恐惧变成了解脱 因为家里即将死亡 他也不会变成家里 最后分别的时候 家里握着米卡尔的手 并亲吻了他的脸颊 米卡尔的解脱又变成了愧疚与悔恨 他终于实现了小时候他所渴望的 让哥哥接纳他 他与家里的距离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这般亲近 多年后 米卡尔得知了哥哥在死刑前 还说了一句话 父亲一直都在 这时的米卡尔意识到 自己永远也不可能逃离 这个已濒临破碎的家庭 因为他也永远失去了 与家人和解的机会 他也突然明白了 家里为何要一心赴死